30岁提前退休 带着父母赤巨资去郊区 给狗子置办一片狗乐园 我和臭Q子在杭州 他的规定是白天不许遛狗 那也就是说臭Q子 可能一辈子见不着太阳了 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院子 可是它根本就跑不开 我爸来了之后 发现我跟狗住这么小的地方 他非常的闹心 所以我们决定 驱车20公里 在杭州的附近小村落 找一个能让狗子跑得开的地方 那些经常说我对父母 没有对狗好的 让你们看看 我的父母对狗啥样 经过半个多月的选址 我们订了这片 有水塘 有树林 有草地的小村落 院子里的地方也足够大 差不多有将近2000个平方 臭Q子可以和小伙伴们 在里边使劲跑了 旁边的这个小水塘 夏天可以给臭Q子 他们改一个游泳池 还可以钓钓鱼 真不错 我臭Q子马上就属于 自己的小庄园 狗乐园了 到时候邀请杭州 所有的狗子小伙伴们 都可以来 臭Q子的狗乐园一块玩了 全网呼唤臭Q子的 一翼叔叔们 有什么改造狗庄园的 好建议 我们一起云改造了 好建议 好建议 好建议